Walkout咖啡新聞降報 我們現在是什麼? 嘗鮮時間 好 今天要嘗鮮什麼 美日好物的時間 這個好物開箱我們到底要開箱什麼嗎? 害怕我的黑魔法嗎? 如果紐約的肥女巫布朗尼 她讓你吃 你覺得你就會有魔法嗎? 怎麼我覺得我今天講話有點頓頓 好啦 其實意思就是 我一直在想就是有沒有什麼特色 譬如說我今天做的這件事情 以後我耗吃時間我就要來結拔 可是好像結拔不太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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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害怕我的黑魔法嗎? 不是卡機 你知道在紐約有一個黑女巫 那她其實呢 她是胖胖胖的女巫 但是她的Logo看起來她一點都不怕 她就看起來很童玩 所以呢 我們就特別把Eric留下來 跟我們做這個童玩的女巫的試吃 那今天女巫試吃 要試吃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試吃這個叫做 Fat Witch Ants 這到底是什麼啊? 我好想知道 她其實就是Bronny Edge 那這個是不是 這是餅乾嗎? 它是Bronny 對 可是我覺得她摸起來很像餅乾耶 布朗尼口味餅乾 稍微硬一點 所以她是需要麥克風味嗎? 不需要直接打開機就可以 真的嗎? 好 我們今天要帶來的這個 其實原因是因為啊 雖然我們的稿子上說Wack Out的小編 可是它其實是我們偉大的導播 所以就是因為導播剛放假回來 我不是說了嗎? 最近Wack Out很多人都出去很多人不在 就家裡沒打人 結果導播回來了 然後呢 就把肥肥的東西也帶回來 想說我們這些女孩們 平常好像很愛運動啊 在家都覺得 每個人都要吃健康食物 就帶了一個 美味的會胖的食物回來給我們 那我們當然因為你知道 其實它是一個 紐約的煎貨 你知道煎貨 很多台灣人不知道煎貨是啥意思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 就是比較夯 然後中國說很火 然後台灣說很夯 然後一般的平民語就叫熱門 就是我們常常會在節目裡面做這些 有的沒有的搞笑的事情 請見諒 不會盡量 請加入好不好 要不要回個人片很累 好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有帶了兩款回來 就是我們可愛的Yu Jin導播 我帶回來了這個Caramel的 然後也有這個直接色 應該這個是Original吧 Fat Wish 就是比較基本的 Bronny的口味 Bronny已經很甜 那加Caramel 不是很嚇人嗎? 我覺得我們先來試吃Fat Wish 好的 好的 好 那這個其實這個Fat Wish Store 我們可以 導播可以幫我們稍微插一個 有沒有那個YouTube影片啊? 有 我們插一個影片出來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然後我們順便也在這個時間來剪一下不好看的那個畫面 就是在這個影片裡面你可以其實可以看得到喔 它是如何去製作 然後它的店家到底是位於在哪個地方 那其實它其實你看它 除了這種一大包 因為其實我覺得是導播想要給我們做很大 就是大家都有的吃 然後人人有份 所以呢 就是有大包 可是其實它在店內 你有看到它其實是很小巧可愛 可以一個一個選 然後你可以選很多不同的口味帶回家 那它每包呢這個這個這個的大包的份量 它每包是一磅 所以呢 這個有大概每一包裡面是880克的cal 其實沒有很高 那還好啊 沒有想像的多 因為的比較低一點 可是要焦糖的話就比較高意思 那是多少 因為它是110的卡路易米 因為它其實 因為你知道 我們這個Nutrient上面有寫嗎 它的Serving for container 它每一個Per container是8個 對 那它的Serving size is 2 oz 所以它一個 一份的卡路易沒有啦 它蠻高的喔 它的每一份的卡路易其實是230克 那它總共可以Serve 8次 是 所以8次的話 兩三片 兩片 它現在Serve 8次啦 一個Serve 3次 對啦 大概兩到三片 不是一整包 兩到三片的話是230克 那如果是8包的話 大概1683 1800多克啦 一整包 對一整包 可是它的calorie from fat 因為前陣子我們不是有講Bullet Pool Coffee嗎 然後也有在講什麼生酮乳食 所以大家有的是 就是如果你想要吃Bullet Pool 它的sugar量 如果它只想要拿這個來吃 怕會超標的話 它的calorie from fat是110 但是它的sugar是21克 然後total carbohydrate是30克 我們其他導播也有在做這種low carb的 你如果也是想要吃Bullet Pool 然後如果來這邊做那個播出的時候 抓半顆是你的量喔 OK好那我們來試吃啦 趕快 不廢話 先吃那個嘛 我們要來先試吃Origin 因為什麼東西都先吃原味 沒錯 先感受那個食物的這個真正的那個 真正的味道 我們再來吃加料好不好 好的 好香喔 我不要自己說 你盡量沒關係 我不要自己說 就是我打開的時候 我聞到一個香味 但是這個香味是我覺得 台灣的爸爸媽媽 在我的年紀是孩子的時候 都聞得到的 你知道是什麼嗎 可是我想到的是 我不確定我們想到的 是不是同一個東西 我們一起說 1 2 3 可可亞 你為什麼不客氣 因為我忘記那個東西叫什麼 那個 它就是可可奶 就是像Cocoa的那一份 我想是一種就是 叫什麼 什麼 你說 藝美還是什麼的 感覺像是一堆 巧克力餅乾碎片拼在一起 然後上面還有一些杏仁的 那個巧克力碎片 那我愛吃了 那個東西 那大家好好有賣喔 而且現在還有黑巧克力 比較不甜的 有有有有 一定要去買 有看過 但是 這個很像是你知道 我們小時候在泡幾容奶粉 對也像那個 有時候 然後就是小朋友有的不喜歡喝牛奶 嗯 然後就是媽媽會買一罐那種 可可 可可 但是它是可可奶粉 對不對 它就是 叫做可可亞 對 然後呢它 有時候 小孩子會覺得說 我不想喝牛奶 跟牛奶一起泡的時候 它就會故意挖一湯匙 然後 含在嘴巴裡面 然後讓那個唾液跟它 就是黏黏 然後那個聞起來味道就是 這個 有沒有像 很像很像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 完全可以這個 應該就是小朋友也會喜歡 回去 回去你就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個很好吃 好來來來 你先 不要 當然是 當然是來冰鮮 沒有沒有沒有 Lady first 我們放在盤子上好了 來來看一看 喔對沒有盤子 不好意思 我可以擺個盤啊 我覺得這樣子 很像 好 好 好 看能不能這樣 這樣比較好看嗎 比如我把它弄 好水 專業 好嗎 你知道嗎 再放 再擠一個那個 煉乳 就成啦 要不然我就我旁邊挖一個 你知道這個很適合就是夏天的時候來一個 一個Scoot的Ice Cream在旁邊配著吃 大家看一下好看嗎 對我要把這個粉拉在前面 這樣比較美 對不對我覺得這個看起來很厲害 而且它其實是一般 Brownie都比較軟 但它蠻硬的耶 你要試試看嗎 我跟你share 可是你擺這麼漂亮我沒有要拿袋子裡 真的嗎 好我們拿袋子裡的 這個等一下留下來拍照是不是 好 人真好那我跟你用一個盤子share 你知道我跟你講通常男生來啊 就是這一週週一的時候我們有另外一個主播 然後他叫大羅 然後他就常常會就是 因為他來也被我訪問過 然後我就有撩過他 然後他自己撩自己我覺得蠻好笑的 所以就是會自己當下臉紅 然後也有其他的就是男生 我先給你一點預告讓你有一點心理狀態 你得到時候你老婆罵我 然後就是也有咖啡王子來 然後我也是撩了他 所以今天我撩你好了 我們一起共有一個談 可以嗎 OK的 好啦我覺得就是當台灣的 嗯 就是當台灣的老公丈夫 台灣人的丈夫好像都蠻可以接受這個 是嗎 嗯 廢掉了 但是又不知道怎麼回答 好來 我們一起吃吧 那你一個我一個 你一口一口 你像那個小姐與流氓 爸爸冷場我不開心 我是突然在想 喔義大利麵 義大利麵啊 然後他不是會吃麵 然後就是 突然一下在想那個什麼樣 那你打算跟我一個一個 讓我一這樣子吃好來挑戰 可是我覺得這個 不然你這樣子會蠻狼狽的 所以 他就是尷尬了 你看爸爸尷尬了 你看整個臉紅耶 我好開心喔 沒有就是過敏好不好 真的嗎 過敏 對美食過敏 皮膚也 那其實不然你要試吃的時候 因為我剛剛有說嘛 我打開來聞香 有點像我們所說的可可芽 不是那種非常濃密的 這種美式的 那種 直接的軟軟的那種 巧克力的味道 他感覺是有點 比較 有添加奶粉的感覺 對不對 有那感覺 他是蠻crunch的 因為我在拿他的時候很硬 以及我還可以把它剝成碎片 所以我們現在 如果直接夾 你看喔 它是硬的插不進去的 所以我覺得 以 以一個簡單的方式就是 用這樣的方法吃吧 是 這樣 那 我就徒手來吧 對啊 就吃吧 直接吃囉 直接吃囉 我也要吃 它好好吃喔 嗯 我喜歡 它有硬餅乾的感覺 對 所以不會那麼膩 不會整個這樣 勾在一起 而且通常 那種 browning很甜 所以你要加 Vanilla 去 blend 一下 可是 它吃起來 也不會太甜 所以它卡路里 真的不是很高 而且有時候 你 含在嘴巴裡面 像這種 它有點像 Scon 有點像 對不對 口感有像 不是Scon 是Scon 又不然人家以為會有臭氣味 對 其實很像 你把它排成一個圓圈 對不對 脆的地方脆 裡面的地方比較那個 怎麼辦 我不想主持了 我想開始吃 這也太好吃了吧 my god 那我們先吃 我們先進個Coffee Break 我們可以來進個Coffee Break 可是你知道 它還是需要配點茶跟 對 不能喝水喔 就茶跟咖啡 我們進個Coffee Break吧 馬上回來 繼續吃 好 哦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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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卡卡贝新闻酱 帮我们回来了每日好物时间 刚刚试吃的是Original的口味 我们的这个胖胖女巫的 从纽约带来的胖胖女巫 Brownie 那它吃起来的口感其实 跟我们的司康 就是讲完之后呢 觉得它其实吃起来有一种 我们觉得它好像有加了一点 就是红糖在里头 就是那种糖 它加的糖不是白色的糖 就是比较浓郁一点 那当然我们就来吃个有家味的 Caramel 焦糖Brownie 哇那这应该很甜的 其实我很喜欢吃Brownie 我是很惊人的爱吃Brownie 而且我还喜欢去那个朝圣 比如说Brownie里面加Sausage 或Bagan 要不要也摆一个盘 我吃过Bagan 好 我们也摆一个盘 好 我们也摆一个盘 来 我们来这里摆盘 你可以拍得到吗 那赶快把这个 这个比 这个不美耶 等一下 对对对 我要 我喜欢一个 哇 这看起来好耶 但是形状也有分别吗 这个感觉比较方圆 对啊 我觉得它是不是 还是 还是因为手工的关系 手工可能已经碎了 找个小碎片 这样 摆盘摆得好奇怪 这样 摆不起来耶 怎么办 没关系 随性 好 就它吧 还不错啊 可以吧 这个不好看 拿掉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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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然后 等一下 很爱搞的 来 我们摆盘拍照 然后 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 caramel 我觉得这个好看耶 换一个 你有看到这边有这个吗 它有焦 它有那个 感觉有焦糖在里头 对 这样 好 就这样 它有这个 看起来很好吃耶 看起来很好吃耶 好 你们拍照 然后我们 拍好了 我们继续从里面来 来吃 再来哪一个 这个给你 谢谢 谢谢 我拿小块一点 好 所以这个比较深色的就是 对 颜色比较深 而且其实 刚刚吃到这个 它其实是比较酥脆感 对 那刚刚你看我 有在拍照的那个过程里面 对 它其实里面有加一点 黑黑的 OK 黏稠的感觉 感觉那应该就是我们的焦糖 OK 要咬一口咯 试试看 来 这个会棉牙 吃完吃后处 这个比较会 干净 但是这个有 比较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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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般我们市面上吃到的 比较像就是一般我们市面上吃到的 可是我觉得还蛮特别 就是 它感觉不会像是原味只是零焦糖 它整个焦在里面的关系味道不太一样 那你要不要把我们的 你的那个里面人物的brownie也拿出来 我觉得这个brownie可能就是 那个黄色如果说它 黄色那是金针菇喔 对 如果不要说它是金针菇 我们就说它是 你知道 香草 香草棒 香草棒 放在上面当甜点的时候 它是brownie耶 它也叫brownie喔 这真的很好吃 这真的很好吃 它也叫brownie 所以brownie其实是女生 不要看它黑黑的 是 它的泥是女翅膀 嗯 根狗很好吃 我先讲它 它的特色是 它其实很酥脆 然后呢 crunchy味 crunchy以外 你会感觉到它 在你的舌头里面 你会感觉到那个焦糖味 可是焦糖味 其实没有像一般 我们所说的焦糖酱 这么浓郁 因为它已经是 一起烘焙做起来的嘛 所以它的焦糖 有点像是我们 吃那种 有点像七七乳家巧克力 里面那个糖 有没有 是会千丝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可以其实感觉得到 它有点糖霜 粘稠 但是又不是硬硬的粘牙 那感觉是蛮好的 很好入口 如果是我 我会买caramel 因为我还是觉得说 我有一点还是喜欢 纯铺感 所以如果它要接近 像一般的brownie caramel 它的甜度 比较像一般的brownie的甜度 那如果original 就是我们刚刚所介绍的 第一个 就是regular的 它是比较有点像饼干的感觉 那你比较怕胖啦 甜 没有办法吃那么甜的 旁边没有咖啡的话 旁边没咖啡 就可以配这个 如果有时一整天又不吃饭 你可以就是拿一个 当这个energy bar吃一下 这个有个好处是因为 就是比较像一般的brownie 所以就不会吃太多 那个我怕会就是一口接一口 我觉得这一包 可能一天看电视 团剧看一下就完了 那这个的话就是你真的要配咖啡 而且热咖啡是最好的 你要喝口看 我觉得这真的不错 那我们来扩展知识一下 其实brownie的这个蛋糕 它 质地是介于蛋糕跟饼干之间 所以 caramel的这一款 会比较像是一般的我们所说的brownie 那这个饼干款比较像是我们 是不是soft bake 真的像司康吧 还是比较像司康 对 那它又有这种蛋糕的松软度 但是 这一次我们的导播带回来的这个fatwich 是比较不同于一般的 这个brownie 所以为什么它有可能会出名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口感 然后还有它的那个 可以带回来就像饼干的感觉的 所以是比较容易被买到 那它在去而喜市场的这个chelsea market 里面就已经有在购卖了 所以如果你们是平常就是 我们有walk out wewe啊 我们有walk out new york 那在new york的这个读者观众们 如果你们非常简单的 那个可以去取得的话 其实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像这些都是比较热门的产品啊 那如果你要去搭配它 还是记得不要发胖 因为夏天你要穿bikini 对不对 所以还是要看一下后面的卡洛莉 那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的投票的次数呢 其实 因为今天投票是跟你的内容是相关的 如果你喜欢这个儿童绘本里面 重点的是画风 就是画画的那个内容 对 画风的话请你选A 那我们占这个A的百分比 其实是占了17% 那我投的是后面的B 我也是 所以后面的B 其实是story 它的故事内容 其实故事是一个绘本的基础 好的故事才可以 有更深的这个长久的感动 那虽然故事我们占了83% 可是其实画风也是蛮重要的 当然 因为你看像我们刚刚有在讨论 如果找到一个手绘师 他是画风没有办法 就是跟你们的做结合 真的传达这个也没有办法 这个也没有办法 所以还是相辅相成的 那也感谢大家的读者今天 跟我们一起做这样的投票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儿童 我们会本人不要只是去 就是touch到这种数位 或者是一般的这种iPad上面的影像 会本是很好的 那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这个WalkoutLA的新闻降报内容 那除了我们的官网 WalkoutLA.com之外呢 其实你可以上我们的这个Facebook 可以上我们的Instagram 那Instagram不管怎么样 就是WalkoutLA 这个很简单的几个字 你就可以找得到我们的平台 那你也可以希望 你们上我们的IG YouTube WeChat 这些各大的平台去关注 我们的这个Walkout 所有的最新动态跟内容 那当然我要预告一下 我们每天其实都有内容 周一到周五 就让我们两天休假嘛 是吧 所以周五呢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过完这个周五的这个小周末 然后过一个大的这种weekend 之后 周一回来继续收看我们大罗的这个新闻降报的主持内容 以及做个预告哦 周一要有什么东西呢 周一因为既然有大罗就会有留学 有留学就会有留学 专家来做咨询 是吧 那如果你们想要知道留学的一些新讯息的话 请继续收看 那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 拜拜